我到足义堂 有一位老太婆 他每天念佛 每天慈善之心众 就只有这两样 念了二十几年 有一天 他看到自己的胸部打开 西空中有一朵莲花 挥进他的胸部里面 再看见这一朵黄色的莲花 载着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都清清楚楚地看见 非常的清楚 所以不可以有疑惑 那个老太婆本身不是日 但是他知道念佛 知道慈善之心众 念了二十年 终于看到黄色的莲花 下来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跟我们讲 这个人还活着 是足义堂 那么他跟我们讲 他是真实的看见 不是在睡梦中 所以念阿弥陀佛 念上师心众 有保证 有保证 trust me 六祖也讲 trust me 这个不能够疑惑 那是佛陀在舍未尘中 他讲的 你只要一心念佛 一心不乱 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